想要前进莲花屋,按照他们的设想,应该是很困难的,毕竟不了解里面地形,也不知道静置几何。 万一被发现跑都没办法跑,只能乘着天色、海藻,绕着莲花屋外围逛上一逛。 为了方便,他们特意改了和百姓一般地穿着,假装成没有修为在身的凡人,才开始逛了起来。 很快,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好地方,那里离莲花屋大门不远,有处强朵,不少小孩少年趴在墙头,朝里面看。 几人对视一眼,也凑了过去,聂怀桑醉子来熟,你们在看什么呢? 马上有小孩回答,看江家人练功啊,你们不是本地的吧? 他家练功可以随便看的,这能随便看的。 几人顺着强朵往里看,果然正对面就是江家的练舞台,不少弟子在里面对招练剑。 聂怀桑就开始勾搭着,刚刚回他画的小孩套套画,看能不能问出点什么别的。 魏英和蓝湛则抓紧看看莲花屋里面现在能看到的布局,以及暗地里甩出魏英制作的福传,试探尽致。 秦宁姐弟则在一旁放哨,为他们注意着里外的江家人,以防备发现。 等五个人回到旅店的客房,魏英叹了一声,江家这防备,可真够低的。 蓝湛为他倒了一杯茶,街道,不要掉以轻心,也许白天他们家为了附近居民,没有开启尽致,晚上才会开呢。 虽然知道蓝湛是为了自己好,可兴透上被泼一盆冷水,魏英有些不服地撇撇嘴,伸出食指勾住蓝湛的衣袖绕啊绕的,蓝湛马上改口,还是按之前约定的。 我跟你一起,试个照应。温情翻了个白眼,演给谁看,就跟魏英不撒娇,你就不跟上去了一样,比试完他俩。 温情又同情地看了一眼聂怀桑,他平日里就喜欢黏着魏英,又怕蓝湛,这下好了,弟弟买一送衣。 吃过晚饭,几个人在房中换好夜行衣,静静地等着黑夜的到来,听着人潮蜂拥的街道渐渐恢复静谜,夜唱的小虫声音也渐渐低了下去,约定好以夜宵叫声为号,除蓝湛和魏英的其他三人分别守在不同方位。 蓝湛和魏英脚踩连夜借礼,纵身跃到了白日矮舵边上,魏英再次小心试探,依旧没有禁止,再四下望去,连个守卫都没有,也不知是有暗哨还是怎样,反正他们没有看到。 面对这种情况,魏英和蓝湛反而不敢进去了,谁家敢这么大啦啦地敞着? 他们接触过最多的蓝家和聂家,戒备森严,除禁止和岗哨之外,还不定时有人巡逻。 四江家这种入夜后,没有丝毫防备的,根本不可能,难道他家不怕个意外什么的? 想也不会,肯定有暗哨,只不定在哪等着捉他们呢? 两人对视一眼,决定先撤回来再说。 聂怀桑等人听了他俩的分析,觉得他们做得对,万事小心为上。 魏英不死心,提出另一种方案,由他复魂在小指人上面,去探个究竟,指人目标小,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。 众人有些迟疑,万一指人被发现,是毫无反抗能力的,而且指人被毁,魏英是神魂也会受伤, 最后还是蓝湛做了决定,半个时辰,最多半个时辰,你必须回来。 能做到,你就去。 让自己去就行,魏英很快就附身在了小指人上,由蓝湛拖着送到了墙头,随风飘飘荡荡,如一片树叶落在了莲花雾内。 魏英贴着墙角,借黑夜掩护,小心地沿着比武堂绕了一圈,这似乎有些不对啊,转身又看了看。 这一路过来,好像真的没有守卫,也没有开禁止。 还是守卫所在的地方过于隐蔽,禁止也过于巧妙。 而没有发现,魏英挠头,她有些迷糊了,照常理来说,不会啊。 暂时还是不想了,蓝湛只给了自己半个时辰,还什么都没干呢。 再努力地奔跑也架不住腿短,魏英最开始的目标是冲着正堂去的,那里必定是江氏宗主的所在,可惜她没有来过莲花雾,小指人视野范围有限。 穿过几个回廊之后,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到了正堂没有。 最主要的是,江家宗主和夫人都在,那暗场里该在一个院子的,可她只找到了几个小厮,婢女没看到,白天的时候听说江家人都在家,没有外出啊,难道自己还没找到正堂? 这将是莲花雾,也太奇怪了,她从近来到现在,也过去不短的时间了。 怎么除了几个靠门边打盹的小厮,一个人都没见着,难道都去睡觉了? 乘着风,魏英来到屋檐下,再看一下,不行就回去,隔壁院子还亮着灯在,门口守着的就是一个女子,找到了。 直接从屋顶上借着风力,连蹦带跳的过去,落在了亮着灯的屋檐边,对于要不要进去。 魏英还纠结了一会,毕竟是人家夫妻的房子,万一撞上了什么,不太好,不进去,又对不起这一晚上的折腾。 小心地贴上窗帘,听听里面的动静,好像没什么声音,顺着缝隙,魏英就进去了。 这一瞧,魏英有些羞,她进来的是江家大小街的闺房,转身就想出去。 只是,那小姐手上的东西,怎么那么严熟? 魏英缩在多宝格上香顶后面探出头,努力瞧她手上的东西,是一个簪子,准确来说,是一只花瓶簪,簪上的玉花瓶,怎么跟她手上那个很像? 半截手指长的玉制小花瓶,做成簪子之后,戴在头上,方便簪花用的。 魏英手上那个从地洞里捡到之后,再也没有离身,她特意从淘宝配了个链子,挂在了脖子上,日日妈撒,上面的花纹魏英清清楚楚,除了细细的万字纹打底之外,就一只小鸟在上面,也没得什么了。 江姑娘她手上怎么也会有这个花瓶簪? 不是相像,而是近乎一样。 距离虽然有些远,很多细节看不太清楚,可江姑娘刚好在烛光之下,魏英是看得清清楚楚。 本想再等等,等江姑娘睡着之后,再去仔细看看那个簪子,又怕蓝湛他们等着急了,以为自己出事,只能一跺脚,离开了江艳离的房间,出了莲花雾。 矮舵之下,蓝湛依旧等在那里,见魏英飘出来,赶紧伸手接住。 见小纸人周身玩好,才问道,可顺利。 魏英点点头,又摇摇头,没被人捉到算顺利,可那簪子是怎么回事? 蓝湛带着她赶紧回到了客栈,等她回转正身,是不顺利吗? 不是。 魏英伸手从怀里拽出小玉萍,直接扯断了链子。 你们还记得这个吗? 聂怀桑苗了一眼,这不是当年从地洞里捡到的,婶婶的遗物吗? 温情也看着魏英手里的小玉萍,这个当年他们在地洞都见过的。 怎么了? 我刚刚在江家大小姐手上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玉萍,只是被做成了簪子。 这,照常理来说不会啊,就算这玉萍本身就是一对,那也不该在江大小姐手上啊。 一对的东西,一差为二,多数时候为信物,就算是江家和魏英父母各一个,那最有可能应该是在江峰年和余子渊手上,要么是上一代人感情的见证,要么就是给下一代定下了婚约。 江大小姐听说早就定给了金家的金子轩,所以只剩上一代的纠葛,那些坊间传闻不可信,魏英清楚记得他爹娘恩爱得很,依于紫渊的封禁,也不可能是他和藏色散人姐妹情的凭证,那只有可能是江峰年和魏长泽兄弟情的见证。 两个大男人,分一对簪花的玉瓶,怎么想,怎么奇怪,聂怀桑身手拿起魏英手中的玉瓶,对着烛光,仔细看了一遭,无限,你确定那大小姐手上的花瓶和你这个一样? 魏英回想,有些不确定的点头,我没有上前细看,可大致不会错的,你看这个野鸟,头顶上和脖子这里都有黄色的纹路透出来, 他手上那个差不多,众人都上前看魏英指折的地方,然后扭头看他,你管这个叫野鸟,不然呢,哦,嘴是扁的,那就是野鸭子,县,县哥,那是鸳鸯,温宁看不下去了。